一名四岁女孩请消防员帮她打开存钱罐,结果钱不断流出,她惊呆了。答案更令人震惊。这款非常擅长省钱。根据网易网站报道,一段事件的影片片段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来走去,抱着一个小存钱筒,带上她去寻求消防员的帮助来打开它。资深消防员都是专业消防员,他们热切地想尽全力帮助小男孩。直到你能帮我打开它。但当钱不断流出时,很多人都感到惊讶。 据当的媒体报道这家人住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女孩的父母说,存钱筒里的钱是女儿一年多的积蓄。直到接近农历新年。小男孩想打开看看里面滴钱。却发现打不开。家人无法打开。于是,他带住女儿向当局求助。 从检查小存钱筒开始官方发现其材质及结构这使得打开起来非常困难。它具有方形形状。材质为钢材,非常坚硬,只有一个小槽可以插入钞票。除此之外,每一面都被紧密地焊接在一起。但消防官员仍未放弃。尽力想办法帮助打开你的小存钱筒。 警察使用大型切割和撬动设备提供协助。 直到最后,才能够成功打开。而且,还有大量的钞票流出。并源源不绝地流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来互相帮助之前,先坐下来数数。加起来,大约是8万元人民币,约40万06千泰铢。 这段影片,震惊了网友。部分人称赞消防官员的专业和友善。给予小家伙充分的帮助,很多人也感兴趣的是,一个年仅4岁的小男孩,一年就累积了40万泰铢的储蓄。